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唱谈六组谈经1577 看清自己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你的内心总是感觉到不足 欠缺 不如人 所以你拼命学 拼命求 其实你活着 不是为了证明自己 也无需证明自己 每一个人都在证明他活着的价值 为此 他不断地往外攀缘 追求 不管是追求学问 学历文凭 钱财 还是社会地位 从这些角度去追求 他的目的就是要茁壮自己 强化自己 胜过自己 就是怕别人看不起他 就是要证明他的存在 你们从小到大 都有这种内在 你不知道这一辈子 自己为什么一直往外攀缘 不知道自己的内心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这就是你没有长期看到你自己 看到你本来是国王 却变成一个乞丐 你想知道 乞丐要如何生存下去 你一辈子都在扮演这个角色 你太不了解自己了 最怕的是 学了佛法之后 你懒得思考 你听完课 法师告诉你答案 接着 你懒得找寻答案 比如 我问你内在有什么障碍 你回答 贪嗔痴慢疑 你以为你的回答是对的 其实 你很可怜 因为你懂得思考 你完全按照你所读的讲给我听 你误以为你懂 因为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讲的 你讲的虽然没有错 但是你是在背书 难道一定要讲出同样的概念吗 你不能深入了解你自己 透过你的观察 你才能发现你发生了什么事 你内在有什么障碍 你才能讲出你的障碍 比如 你看到自尊心就是你的障碍 也观察到自卑自傲就是你的障碍 你要按照你自己理解的方式 由你去观察你自己 看到你内心世界真实的障碍 再把它讲出来 你要看到你的问题 这不是你读书而来的 我不会因为别人告诉我答案 我就不再思考 我会不断地思考 直到我对这个问题已经毫无疑问了 你的疑惑就是你的烦恼 你的犹豫不决就是你的烦恼 你的无聊就是你的烦恼 你的无知就是你的烦恼 学佛是学自己心中的事 成佛是成心中的佛 这个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明白了这样的概念 其实你对禅的概念是容易懂 容易亲切的 为什么当今成就的人很少 因为很多修行人都是压抑在修行的 比如 明明我就很爱这一朵兰花 我就压抑自己 我不可以执着 明明我看到这个美女 我很爱她 我说 我要持戒 不是这样子修 佛法不是自我催眠 佛法不是用你的知识来压抑你 让你不要做 压抑越久 爆发力越强 而且你骗不了人 这样修下去 你一定会出问题 你不会持之以恒 而且这样修也不会亲切 而是 如果你真懂 你要生烦恼都生不起来 要起贪都贪不起来 要气人也没办法生气 你就是要明白道理 而不是用对质法 初学可以这样学 但这样终非究竟 你会很苦 因为苦 你才来修行 你不要苦上加苦 人生的苦 再加上修行的苦 不就更苦吗 如果修行是痛苦的 我不要修 如果改变是痛苦的 我不要改变 你要快乐 你怎么能越来越痛苦呢 一定是你搞错了 很多人修身养性 是用道德价值观 来压抑自己 文后思维 学佛 你有越学越快乐吗 心平和劳持戒 行职和用修缠 感恩六族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